各位弟兄姐妹,在主礼早安。 今天当我们讲到庆祝母亲节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日子里面都尊孝敬,都尊敬他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早的这个讲题就是完美的妈妈,或者是金钱的妈妈。 其实这两种格性的这个妈妈呢,都在圣经里面都有描述。 刚才我们在真言书第31里面所看到的都是讲到那些母亲的那种的属性。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每一个妈妈呢,都很群力的这个工作,要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妻子。 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说,有一个母亲对她将来要成为一个王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劝言。 就是那个利目一乐王,记载在真言第31章那边了。 其实在上个星期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样你们弟兄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妻子。 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呢,就是给将来要成为社会动良的,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特别是那些也要是成为母亲的,或者是那些将要结婚了等等。 你看到这个单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母亲呢,跟她的孩子在晚餐之后呢,有一个很严肃的这个对话。 这个可能也是当时的这个利目一乐王,她在这个晚上之后呢,她母亲跟她的这个对话。 假如我一用这个真言30亿做一个总结的话呢, 你看看,圣诞2和圣诞3讲的是, 就是你要远离那些使你跌入危险境地的这些妇女。 第七节那边也提到就是你要远离那些可以使你喝醉酒的那些饮料。 也在第八至到第九那边也讲到就是说,怎么样要去为那些不公义的这个事情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那些人。 在第十字到三十一我们也读到就是到底谁是一个好的妻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对话里面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到底一位母亲对于她孩子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忧虑是什么呢? 当然我也知道在接下来二十二节里面都是讲到怎么样成为一个才德的这个妻子。 这个母亲在她一生里面所要教导她孩子的就是, 就是找到一个好的才德的这个妻子就是你一生的成功。 特别是那些青少年那些在教会里面这些男孩们, 假如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将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的话, 这样你就要去找到一位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贤俗才德的这个妻子。 也讲到那一些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女孩们, 你们也用这个正言第三十一章成为你们将来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才德的这个妻子的那一种的教导。 对于那些将来要成为为人夫的那一些人, 所以请你们都能够把这个第三十一章给记下来。 大家知道吗? 就是犹太的那些男孩子, 他们在每逢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都要去背诵这个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节至到三十一节。 在每个星期六呢, 他们都要背诵这一些经节给他们的父母倾听。 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记得这二十二节呢? 在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呢, 他们都是有一些方法让他们可以容易去记得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个呢都是, 第一个字母呢都是代表着一个字母的那一个的叙述的开始。 在这个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总共有二十二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文字。 他们好像亚洲人, 就是我们会从右边读到左边。 假如你在学校有学习叙违文的话呢, 其实也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 因为呢, 这个希伯来文呢是很相似跟这个, 是阿拉伯那个中东的这个语言, 所以他们的读法是有诱到左的。 所以当你在看到这个语言里面, 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阿拉伯的那一个字来做, 开始的。 。 也因此呢, 对于这些犹太的这个男孩子呢, 他们在背诵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容易的可以把它背诵记起来。 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才德的这个气质。 假如从英文这个字母开始呢, A呢就是代表着一个有高尚品格的, B, B brings good to the husband, 这个讲到第二个字母B的时候呢, 就是为丈夫带来好处。 C呢就是会烹饪以及也会去打扫。 So if you memorize, if you recite this every week, so you will know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in your future girlfriend. 假如你每一天都, 每一个星期都去这样背诵的话呢, 你将来肯定知道你要找的另外一半的这个妻子,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品格的。 让我用这一幅的图画来总结这整个三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一些经文。 第一,在上面看到的左边的那两幅, 上端左边的那两幅是用广东话来说的。 就是说可以入的厨房, 出的厅堂的意思。 你明白吗? 就是说妻子呢, 在厨房里面是烹饪会是一流的厨师。 然后出来厅堂也都能够可以很体面的来招待客人。 在上端右边的那两幅是用附件歌唱出来的。 就是做人的这一个媳妇, 所以你就是要懂得应群的来服侍这个家庭。 往往去睡,早早就要起身了。 所以成为某一家人的这个媳妇的话呢, 你就要小的话,你要坐到半夜, 然后你就要早早的起来来服侍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接下来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三幅图是用中文讲的。 就是成为一个女强人。 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个职业妇女啦, 那种很有成就的那一些女性。 在这个女性呢,在办公室劳碌的这个一天之后呢, 在回家还需要去帮助她孩子们的这个功课。 我的孩子呢,在这个艺术方面没有什么天分。 所以他们时常在晚餐之后呢,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妈,你可以帮助我吗? 因为明天我就要把我的这个作品交上去了。 你也知道成为一个妈妈呢,就没有办法咯。 特别是当你不懂得想去画的时候, 你只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一些的书籍。 尝试去找到一副你可以画得出来的那种,描绘出来的东西。 做母亲是不简单的。 你要成为一个家庭的这个好的管理人。 一个完美的妻子。 完美的妈妈。 而且在现代这个词汇来说呢, 就是你也要在办公室的这个会议室里面, 成为一个女干事,女领导。 这其实就是总结这整个真言三十一里面所记载的。 我在这里没有改变她的这一些前后的这一些贤惠的这种的词曲。 我只是用当代的这个字眼把它解释出来。 所以接下来呢,假如你回家再细细地去研读一遍, 你会感到微笑,就是刚才你所听到的。 你可以感到非常的惊讶,就是两三千年前的那一种的这个真言的这个记载, 直到现在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当世当中。 假如有任何的这个爱编的话呢,就是现今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严峻了。 今天是母亲节嘛,我们要看到底什么是完美的这个妈妈。 这个呢,一个完美的妈妈呢,其实就讲到她是用那个丝绸来包裹着那个干铁的。 而且在外表是非常女性化的。 而且在内在里面是充满着敬畏神的那种的个性的。 假如对于那些少女们,或者是将来要结婚的那一些女孩子们呢, 这可能对你们造成压力。 因此呢,我们只是读上面的这个第一段。 就是财德的这个妇人,我们在哪里可以,贤惠的妻子,哪里可以去找得到呢? 全部都死关了。 这也就是我们在无形之中给妈妈的这种无形的压力。 但是在这里要再跟女性们说,就要成为妈妈,成为妻子了的时候, 这也是你们一层要去打字的一个这个目标。 当然是没有一个女性呢,可以符合整个证言三十一里面所记载的那种的个性。 这只是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让你们可以去打字的。 而且有些的这个个性呢,都是好的可以去做得到的。 而且也可以在各个里面找到那种的亮光。 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打字到全部里面经节所记载的。 在这里也要呼吁女性们,就是姐妹们跟那些妈妈们,不要在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感到惊慌,去怕。 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很强大的这些,很伟大的这些女性们呢,她们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在这里写下两个这个例子,首先就是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 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 在这里因为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我只跟大家分享撒拉。 我们都知道撒拉是谁,亚伯拉罕的妻子。 假如你想到撒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假如撒拉是你的这个妻子的话,你会对她第一个观点是什么? 假如对于我来说呢,撒拉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头疼的这个问题。 他就是要去争取到底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最好的。 就是我的儿子以撒一定要得到最好的。 从来都不是那一个奴仆所生的儿子,就是以色玛利。 可以想象你是那个丈夫吗? 每天他来说同样的故事。 就是他每一天都唠唠叨叨跟你讲同样的事情。 但是假如你在圣经里面仔细看的话, 圣经记载,撒拉是一个好的妻子。 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我们来翻开彼得前书三章六节。 他也讲到了就是撒拉以后的那一些女孩子们。 这里就提到了就是,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她为主。 你们若行善不应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 使徒彼得在这里所提出来就是, 你们来看就是这一个, 撒拉是成为一个才得的这个妇人的这一种的典范。 她顺服她自己的这个丈夫,亚伯拉罕。 顺服她,称她为她的主。 所以我们看到, 有这种状态。 有这种状态, 是撒拉真的一个好妻子还是不好的妻子。 所以这有这样一个迷失, 就是到底撒拉是一个好的妻子还是不好的妻子。 圣经记载,撒拉是一个好的妻子, 在这里所要成为妈妈的,成为妻子的那些说, 你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个女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 太太, 太太, 做先生的, 你们也要忍让, 容忍你的太太。 你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那些弱点。 你可不可以站在神自己的观点上, 就是看到你妻子也是极好的。 所以就是要着重在她好的方面, 也要不要继续在鸡蛋里面跳骨头。 有二十二维子, 如果她没有遇到一维子, 她仍然遇到二十一维子, 所以请说她是好的。 就算在证义里面记载二十二节才得的这个女性, 所应该拥有的这个, 假如她少了一项, 她有二十一节嘛, 她有二十一个优点。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妻子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一面。 当然我们成为妈妈的, 我们也要看到自己也是好的, 虽然我们是有一些瑕疵。 姐妹们, 或者是成为妻子的女性们, 你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可以使用我们来成就祂自己的使命。 成为妈妈的,成为妻子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主自己来使用我们来达至祂的旨意。 在这里我要跳过就是耶稣的妈妈玛丽亚。 因为她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因为在耶稣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她的妈妈呢,其实也给耶稣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的事情。 大家记得吗? 就是耶稣行水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 其实你仔细地读过呢, 你就看到主耶稣是没有办法只有达至祂母亲的这个心意。 因为主耶稣对祂妈妈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这样劳烦我呢? 这个她的妈妈呢就跟仆人说, 你们去做耶稣所吩咐你们去做的事情吧。 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为了顾全她母亲的这个面子, 所以她行使了第一个的神迹。 还有其他这个例子呢, 她已经跳脱了她那种的, 跳脱这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主耶稣在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她母亲已经吩咐他,你快点去做吧。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着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母亲应该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来看是怎么样, 谁是一个这个敬虔的妈妈。 在这里以下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敬虔的妈妈是信靠真神上帝的。 就是我信靠上帝。 知道这一节从哪里来吗? 就是在美朝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后面都有这个字眼, 我信靠上帝。 非常不幸呢,现在就变成我信靠黄金。 第二点就是这个敬虔的妈妈活住他们的信仰, 让她的这个后代,她的孩子们可以学习。 这里提到就是这个财德的这个妈妈呢, 会把这个敬虔的这个教导呢, 传给他们的孩子,也传给他们的这个孙子。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 就是我信靠,相信上帝。 大家假如跟我一起翻开到路加福音第一章, 从第二十九节那边开始, 这就是 Mary speaking。 confused and disturbed, Mary tried to think what the angel could mean. Don't be afraid, Mary, the angel told her, for you will find favour with God. You will conceive and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you will name him Jesus. I read first before Tommy then. Right, Mary said to the angel, how, how can this happen? I'm still a virgin. Can you read? 29 and 34. Okay, hold on. 29. Okay,路加福音第一章, 二十九至三十四节这么说, 玛利亚因这些话就惊慌又反复 又反复思考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 第三十四节提到说,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事呢? 然后第三十八节就是讲到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 你是天使离开她去了。 其实玛利亚感到非常的困扰, 就是当天使跟她说, 你将会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还没有结婚呢? 我还没有结婚呢? 这就是玛利亚的意思。 但是最终呢她却说了,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一个金钱的这个妈妈讲到说, 不论是怎么样的, 什么事情来到。 我信靠上帝。 我靠着那家天给我力量呢? 我凡事都能做, 只要是神放在我身上的, 我都能够去打字做到。 这就是金钱的这个妈妈的表现。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位一个妻子, 她会有问题, 在她的家庭里面, 她的孩子, 她的丈夫, 或者她的长者们。 所以大家怎样称呼, 你们的家翁, 家婆之类的。 对于我的那个年代, 他们就是属于那一种的, 没有outlaw。 the unreasonable people, 就是他们是好像完全不理智的。 他们的这个要求是, 真的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那种。 成为一个财德的这个妻子呢? 成为一个财德的这个妻子呢? 她的真言就是, 我相信上帝。 我是主的使女。 就是照你一切的话语, 都成就在我的身上。 就是照你一切的话语, 都成就在我的身上。 即使是我的父母, 即使是我的外奴, 即使是我的弟子, 即使是我的丈夫, 即使是我的父亲, 即使是我的父亲, 神,我已经准备了。 我已经有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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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论我在生命里面, 所经历到的我的这个家翁, 家婆, 怎么样的不。 不理性都好了, 或者是我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呢, 我都是信靠主你所带给我的。 是不是很难呢? 是非常难。 特别是当我们走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 要成为一个财德贤惠的这个妻子, 或者是妈妈, 非常的难。 但是能够去做得到吗? 答案是肯定的,可以。 是的。 只要你每一天都与神同行。 只要你每一天都与神同行。 是的, 你能够做得到当你回看过去主怎么样带领你走过死因幽谷。 你能够做得到假若你有去数算主恩。 答案都是正方面的, 就是因为我相信上帝。 因为我所信靠的那位信实的神, 在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 不论任何事情临到我的话都是神的旨意, 许可在我身上要我学习的这个宝贵的功课。 大家,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去背诵这个主导文,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旨意, 如从成就在天上,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都是为你所使用。 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 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好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这就是那个敬虔的妈妈。 所以妈妈, 你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妈妈。 你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妈妈。 但是, 我们首先要学习 每天要走近与神, 但是, 所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每一日呢, 都要与神来同行。 让神来带领我们, 当我们走过那段死因幽谷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第二点提到这个敬虔的妈妈的这个点是, 就是会带领, 会活出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 致使他们的这个孩子, 以及他们的这个孙子们, 都可以去学习。 在你每一日所进行的这些种种的活动, 他们都能够可以看到你所活出来那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这个信仰。 当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怎么样提到提摩太的时候, 在这里, 使徒保罗提到说, 就是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 以后来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到底什么是无为之信, 就是真实的这个信仰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指这一个基督徒说, 你所信的是真实的呢? 这个真实的这个无为之信呢? 就是你真的是把你的信仰活出来, 让周遭的人都可以, 无形之中都看到你是活出你的信仰来了。 这就是使徒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所指出的。 这就是使徒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所指出的。 也从, 我在提摩太身上看到了。 我也在你的外祖母看到了。 我也在你母亲的身上看到了。 这好像你在图画里面所看到的, 就是不管母亲做什么呢? 她的孩子们都会在后面跟随, 照样去做。 成为一个爸爸。 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在家里做了任何的这个事情, 你的孩子也会去效法他。 因为孩子们都会去看到, 都会去把他的这个父母亲的这一个生活方式, 也都可以打印出来, 用在,就是把它抄袭下来, 成为他们将来的这个做人这个方式。 在这里要问妈妈, 到底你什么样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个性, 你要把它展示给你的孩子们看呢? 你是不是向他们展示你所信靠的那一位, 是值得我们去信靠的真实无为的这个上帝吗? 你有没有去读你的圣经? 你有没有去读你的圣经? 你的孩子能够在你身上看到这个神的影子吗? 你有没有祷告? 你有没有把你任何所要关注的, 或者是你的忧虑写给主呢? 你有没有像, 好像菲利比书第四章那边里面把它活出来呢? 我们都只晓得, 菲利比书第四章那一边的这个记载, 你们要靠主常常洗了, 我在说你们要洗了, 我要问成为妈妈, 然后就是孩子们看你的脸色的时候, 你的脸色是怎么样的? 他们所看到的是拉残脸孔的那种苦瓜脸呢? 还是时常都是充满着喜乐的脸孔呢? 这里第五节也讲到, 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然的心。 证言里面三十一章所提到的这个女性呢? 它的外表就好像包着一层的这个丝绸一样, 都是那么的柔软的。 一个字幕, 其实它没有写的成本被写到, 它不写上的油纹, 嗯, 这类似怎么能写得 article。 这状态是怎么证明的? 绝望, 绝望。 从神讲到的时刻, 不小心。 但在每场地, 走在祝福, 祝福祝福, 以祿祝福福都每次联系里, 而天祝福都预养全理解释, 会保留心这些心, 第六节至到第七节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讲到了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爸爸妈妈 你的孩子可以在你身上 看到这些事情吗 你的孩子们将 以及你的孙子们将会 拿起你们的信仰 就好像提摩泰 从他的妈妈 以及从他的外祖母身上 所学习到的一样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 就是敬前的这个妈妈 她的品格是怎么样 敬前的妈妈教导她的孩子 到底是什么是人生正确的价值观 一个敬前的妈妈呢 特别是会教导她孩子 关于神的话语 以及教导她们怎么样去活出 他们的这个信仰 让他们可以坚定地来信靠神 这也是我们可以从提摩泰身上看到的 我们来看 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五节 你要去忠心 顺服 已经托付你自己的这个使命 因为你可以信靠这些 去做这些事情 是通过那个已经曾经教导过你的了 到底你在想呢 到底是谁教导了这个提摩泰 这些事情呢 在使徒保罗的这个看法里面 这个提摩泰所学到的一些 都是从他外祖母罗姨 以及他母亲尤尼基身上 所学习到的 因为在那边也提到了 就是你从幼时都已经 学习到这些 这些圣经里面的 这些经节了 这也可以给你将来带来 这个救恩 当你信靠神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金钱的这个妈妈呢 她会去训练她的孩子 特别就是教导他们 信靠神的话语 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读圣经 教导他们从幼时就开始 学习祷告 从他们幼时你就跟他们讲 圣经的故事 让他们成为他们传遍 这个零岁前的那一个的故事 教导他们圣经里面正确的价值观 塑造他们的品格 用藤鞭假如是需要的话 在他们还可以受教的时候 来教育他们 所以不要想这个藤鞭 会使你的孩子疼痛 你问问我的孩子就知道 每一个房间都有藤鞭 所以他们逃避不了藤鞭的 不会死的 他们会学习 我们不要去溺爱他们 所以你也看到吗 就是有些妈妈 就是要他们孩子 可以爱上音乐 就是把他们 就算是 他们还没有 这个婴孩还在福中的时候 他就给他们听音乐了 但是为什么成为父母亲了之后呢 就讲 等他们大了一点才说吧 现在不要紧 但是为什么当讲到 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 就讲他们现在还小了 放过他们吧 等他们大了一点才说吧 但是对于那些 Peter and Jane的那些书籍 你从小就要他们去背诵这些 怎么样去学习流利的这些英文 语文了 非常的讽刺 很多事情你觉得是重要的 都要他们去做 但是讲到祷告读经的时候 就讲不要紧了 所以父母亲们请醒悟吧 教导你的孩子 用神的这个方式来管教他们 证言二十二章六节就教导我们说 就是教导他们当行的路 就算到了 他们也不偏离 让我们成为父母亲 让我们成为父母亲 我们不要失望说 就是他们将来 长大的时候 没有活出之前 父母亲所持有的那种信仰 因为他们从小 没有被教导过 我们不要因此而失望 亏心 因为我们先前 在他们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地去栽培他们 教导他们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 就算我们的孩子 长大了 他们没有去遵循 他们父母亲的那种的信仰 这也不是故事的这个终结 在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七节那边 今天我所看到的 我也可以说 这就是母亲的这个爱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七节 这就是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这么说到, 凡事暴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不论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方的处境,我们还是深深地在爱着他们。 我们有那个爱我们的神,祂是会关注我们的一切的。 成为妈妈的,我们也都会为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来为他们来祷祷。 所以,好像华文里面有句话讲,活到一百岁,母亲对孩子的当心就是常有九十九。 对于他孩子的这个关心,就算自然你的孩子将来结婚了之后,你还是没有改变你的心意。 刚才我们从这个真言第31章十节那边开始。 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第十节那边讲到,猜得这个妇人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这个宝石。 今早的这个终结呢,我们来看第31节那边。 就是他手中的成果,你们要赏给他,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正经里面,在诗节里面也跟我们说到,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的日子的日子得以残久。 在成为孩子们的,我们也要在今早跟大家说,今天是母亲节。 假许,假许你妈妈,你的妈妈还健在,你们今天做一些什么吧? 至少是给他们打一通的电话。 妈,我还是记得你,今天母亲节快乐。 假许你是跟你妈妈住得很靠近,那你有一些的表示。 在这里就是,那边讲到,他手中所做的一切成果的,你们都要赏给他。 在他一切所为你做的这个事情里面,你要去荣耀他。 在许多年前,在这个华人信念里面有提到, 这个。 就是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呢,就是几个年长的这个妇女, 在讲他们的孩子的成就是多么的大。 不管你的孩子将来的成就是多么的凑重, 但是就是那一个家族最平凡的这个Proton Saga的那个孩子, 来借他母亲去庆祝。 还是最好的孩子。 我们一起总结。 如果你要选择做一个完美的这个妈妈, 还是做一个敬虔的妈妈的话, 希望大家选择做一个敬虔的妈妈。 一个敬虔的妈妈时时都说,她相信上帝。 一个敬虔的妈妈, 一个敬虔的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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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活住她自己的信仰, 使她的孩子, 以及她的这个孙子们都可以效法她。 一个敬虔的妈妈呢, 才得的这个妈妈将会教了她这个孩子 关于这个正确的信仰。 最后一点就是对于那些孩子、孙子们所讲的 就是你们要去尊敬你们的长辈、你们的妈妈。 我们现在来为着那些在场的妈妈 或者是在家里的妈妈,来为他们来祷告。 父亲,我们感谢祢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要为着那些已经成为妈妈的 或者是将成为妈妈的来祷告。 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拥有的妈妈来祷告。 因为我们感谢祢把祂赐给了我们。 我们可能没有一位十全是美的妈妈。 因为祢自己也跟我们说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让我们都在祖祢自己的里面, 我们来看到我们妈妈所拥有那一种的 美好的这个品格的那种的另外一面。 我们也感恩祂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教导我们,所带给我们的。 回想起他们当初在我们还体弱多病的这个时候, 他们怎么样的细心的来照顾我们, 在整夜里面他们都没有睡。 父亲,我们要感谢祢在教会里面 给所有的妈妈们。 我们要为着他们的这个 认绕、认愿的这个付出, 为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家庭的 这个献上呢, 我们来向祢深深的感恩。 父神,求主祢都能够继续地 使他们都能够在祢里面 干墙壮胆起来。 让我们都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 祢在他们身上里面活着。 让我们都能够可以从他们身上 看到他们活着,真实的信仰得到纪律。 也给他们有聪明智慧, 晓得怎么样来养育他们的这个孩子, 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孩子。 再次,也求主祢都能够可以继续地使用他们, 使他们都能够可以为这成为荣耀天国的一份子。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妈妈们 都带到主祢自己的跟前。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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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